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全日总结 I'm Victor Winkman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全仙向上 上升作业指数升43.3177点 深圳成分指数升148.10611点 互深300升57.3848点 创业板指数升177.218点 恒指方面 今天收市报18844点升462点 国企指数升201点6533点 科技指数升125点4305点 带市成交1526亿 今天看见港股方面的升势都能保持 升400多点 主因内房气氛相对不错 内房收着政策刺激弹高 上周已经有消息了 不上广深4的城市实施认房不认态 即最低首付房贷利率同一为20% 第二套房的最低首付房贷利率是30% 据内地媒体报道 出了这个政策之后 当地有不少的楼盘 现场也有失满了这些自业人士 有楼盘的房客量上周更加增加4倍 那些自业顾问也要加班到凌晨才可以休息 看看大行怎样看这些政策 高成最新说内地认房不认态的政策 是一些短期的副作用 或者引发到二手盘元的激震 但在宏观的挑战下 潜着的买家数量仍然不足 摩通就说内地一线城市放风首套房的定义 可以稳定市场的情绪 这就特别预料中海外和润地会受惠 今天见到内房股的升势都挺凌厉的 好像碧桂圆升一乘四 中海外更加升超过8% 除了内房劲之外 其实今年大内险股的升势都很强势 好像平保升超过6%上来 国售也升超过8% 亦都有机构指 因为前期比较悲观的政策预期 导致受益于经济刺激政策的保险板块 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 随着目前政策不断落地 之前比较悲观的政策预期 亦都可以扭转 另外亦都有分析指 银行的存款利率下调背景下 预计客户的保险储蓄需求持续会旺盛 推动二三年全年和二四年开门熊 NBV的超预期 财险龙头险企持续优化成保业务的结构 推动成保综合成本率稳定 可以控制显著优于行业 维持这个行业增持的评级 今天见到内险股有一个很强势的明显反弹 年代有些机构也看好内险股来的走势 之后跟大家看看新能源车股 陆续出了8月的汽车销售数据 比亚迪8月份的销售有27万架 按年升了56% 而未来大概有19,300架 有81%的按年升幅 理想有3万多架 按年有6.6倍的升幅 小鹏看到汽车销量相对比较少 只有13,000多架 按年升幅有43% 看到受8月份汽车销量的影响 新能源车股全线都可以升 而这么多的车股中 瑞银特别看好比亚迪 他觉得比亚迪比起传统竞争对手 仍享有大概25%的成本优势 预料他的优势 亦可以继续以新一代车型 比亚迪海炮 好像无利率大概16% 价格和传统车厂的大众市场 电动车亦相对比较便宜 亦归功于比亚迪垂直一体化的模式 发挥电池、车辆集成和电子模组等多方面的成本优势 今天看到比亚迪大概升超过3% 在新能源车中的升幅相对不错 接下来跟大家看看 10只成九九马最活跃的股份表现 今天看到快手率升2.65.5% 中芯升1.0.21.85% 比亚迪升3.253.4% 京东升4.9.135.2% 理想升1.163.3% 不平保升6.7.50.1% 刑副基金升2.5% 報19.42% 阿里巴巴升3.2% 報93.1.5% 騰訊升2.5% 報333.4% 今集就跟大家聊天 明天再見